隋阳帝临死前的一个小愿望 最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吉联合隋阳帝最信任的禁军将领司马德勘起兵造反 在这之前司马德勘已经放出话来说残酷的隋阳帝听说部分将领已经反叛 正打算过几天把所有禁军将领都召集起来一起毒杀 就这样熟知隋阳帝丙性的禁军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只好联合在一起听从司马德勘的调签 半夜时分江湖城内外火光通天 那是城外驻军和城内守军里外相应共同举起火把的原因 然而当还在逍遥住勒的隋阳帝看到这一样景象的时候 也向身边的武将提出了疑问 但是隋阳帝如同傻子一样被轻而易举的给不咏了过去 武将告诉他 外面之所以火光充填 是因为城外任了大火 相信此时城内外的大军正在营救 然而没过多久 隋阳帝建在江都城内的行攻 就被司马德勘所率领的军队所攻破 原本隋阳帝为防止意外而精心训练的数百精锐将士 也被早已被司马德勘所收买的隋阳帝贴身太监贾传圣旨 让他们临时修班了 数万名士兵的花乱之声 让隋阳帝也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 一定是有人造反的 绝对不是城外失火那么简单 一时到危险之后 隋阳帝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而且还非常的靠土 脱下龙袍 换了一身他人的衣服 逃出了自己所住的宫殿 原本按照隋阳帝的计划 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不曾想到的是 很快隋阳帝就被一个想要活命的宫廷所出卖 指出了他所逃跑的路线 于是隋阳帝很快就被士兵所抓过 为了活命 隋阳帝谴责语文化及 司马德勘等人能将仇报 自己这么多年来始终 对他们信任有加 而且让他们位居高官 享受着无尽的荣华术贵 然而此时此刻 情义已经分文不止 道德的谴责言已经失去了英勇的作用 当即隋阳帝便亲眼目睹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 十二岁的赵王阳宝被以刀杀死 虽然隋阳帝非常的愤怒和悲伤 但身为皇帝的他 此时此刻却也无能为力 很快 他连悲伤的想法也没有了 因为对方已经再次举起了屠刀 对准了自己 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隋阳帝 不想就这样毫无尊严的死去 于是隋阳帝提出了生平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 希望不要用秃刀 玷污了自己高贵的躯体 自己想要一杯毒酒 就此了结一生 然而隋阳帝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最终也没有实现 最后隋阳帝听从叛军的安排 坐在了地上 然后隋阳帝解下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 交给了叛军将领灵狐行达 很快隋阳帝就被灵狐行达所议死 参考史料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